欢迎来到newstt70,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团宠杨子的幸福时刻,从张艺山到肖战,姊妹好人员实名认证。 她被誉为最有幸福感的童星,一出道就是巅峰,一个角色能够吃香一辈子。 她就是演员杨子,也是我们最喜欢的小猴子。 尤其是脸上的一对酒窝,更是让人被感亲切,不仅如此,杨子的好人员也是实名认证的。 杨子的家境很普通,但是父母对她的期望很高,甚至愿意支持女儿的一切梦想。 于是,杨子开始学习表演,并且成功进入了演艺圈。 在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拍戏,成为了小小的童星。 通过参演《家有儿女》,让大家认识到了这个可爱的女孩,可言可甜甚至非常有灵气,总之杨子的演技非常有水平。 与此同时,她也是一位很有想法的演员,既然坚持下去,就一定要走到底。 哪怕是当初宋丹丹不看好她,认为她不适合,但是杨子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努力的人总会有回报。 凭借精湛的演技和讨喜的外表,杨子成为了古装女主的御用人选,先后拍摄了《香蜜沉沉浸如霜青云志》,以及《长相思》等等,成为了观众最受喜爱的古装女主之一。 不仅拍戏拍得好,杨子的人品更是没得说。 在参加综艺节目的时候,即使自己身体不舒服,也不愿意搞特殊,依旧坚持完成比赛项目。 甚至在比赛的时候,杨子的动作很危险,当身边的嘉宾还在说风凉话的时候,张艺山直接变脸。 并且暗含讽刺,谴责一些嘉宾的行为,他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杨子,这样的友情真的让人羡慕。 还有肖战对杨子也是极其偏爱,在颁奖典礼上,主动为杨子脱裙摆,一看到杨子就露出笑容,总之沐之所即都是杨子。 在和杨子拍戏的过程中,也是放飞自我,有说有笑,果然杨子的好人缘是真实存在的。 难怪能够成为消防大使,杨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一步一个脚印,从不走捷径。 大家喜欢这样的杨子吗?欢迎关注评论转发哦。 杨子走过了许多人生阶段,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随着中国电视剧的发展,作为小花旦的代表之一,杨子走过了许多人生阶段,也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从2006年15岁时出演第一部电视剧《理发师集》,到2021年在余生《请多指教》中大放异彩,杨子经历了15年的演艺生涯。 她的演技和人物塑造得到了广泛认可,更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心。 在《余生请多指教》中,杨子饰演了一个性格阳光,勇敢乐观的女孩方方方,她的形象深的观众喜爱。 方方方历经人生坎坎,面对生死考验依然能够乐观面对,这一点也影响了我们生活中的态度与选择。 影视作品与现实生活的关联性逐渐加深,杨子在片中的形象也让观众们产生了不少共鸣,我们不禁问道,她的成功与我们的生活之间有哪些联系? 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和对待这种联系?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被各种繁琐的事情和琐碎的日常所占据,生活中的不义让人逐渐迷失了方向与目标。 而杨子在剧中所展现的精神风貌,就让我们对生活开始有了新的理解。 就像方方方一样,我们也可以在面对困境时保持乐观,坚持拥有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信仰。 杨子在角色塑造时也经历了与方方方相似的心路历程。 这个过程中,她不仅仅是在表演这个角色,更是将自己的生命理念融入其中。 正是这种认真执着的追求,才成就了她的成功。 对于现代社会中的我们,我们需要对于自己的追求坚定不移,不断去寻找自己热爱的东西,精进自己的技能, 弘扬自己的精神境界。 在这条追求的道路上,能够像杨子一样,保持坚韧不拔,勇敢进取,继续向梦想前进的信念, 那么也将会是我们与她一起追逐余生的最好岁月。 所以,从杨子的成长经历到她在演绎道路上的成功,再到余生请多指教中的表现, 我们应当从这其中获取一些积极向上的信息,去以此激励自己也勇敢前行。 然后,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变化和机遇的社会中取得我们人生中的圆满色彩。 他真的赚了,发肖战剪影获赞44万加,登上热搜榜NL.2。肖战又要来了。 不出预料,随着合作品牌方发布剪影预热,肖战的商业价值再次显现。 当然了,这个出乎预料的预热有诸多实际的表现。 首先,这个剪影发布后,迅速引发观众们的追捧和热议。 由于提前就有网络大C们的爆料,很多粉丝很早就预知了相关消息。 所以,当这个指向明显的剪影横空出世后,一下子就沾到肖战的光,自然就有强大的魔法。 该品牌方的相关动态也获得了超高的流量。 在剪影发布后,他就得到了大批肖战粉丝前来打卡。 数小时的时间里,该动态就获得了44万加的点赞量,留言量也高达11万加,转发量也有7万加。 要知道,这仅仅是一条预热动态,还不是正式官宣。 如此大的流量,就连一线艺人发文都不能企及。 其次,随着剪影的发布后,得到了极高的网络热度,相关品牌迅速窜生枝至热搜榜的NL.2。 按照约定俗成的习惯,一个品牌要上热搜,必得要下血本,热搜后面还有商之类的标注,说明它是被卖上热搜做推广的。 令人吃惊的是,肖战的新商务不仅没有官宣,相关热搜也没有任何后缀,说明它完全是被肖战的粉丝议论而登榜。 也就是说,肖战凭借自己的热度和流量,强势助力合作品牌上了热搜,做了一次完美的宣传,为品牌方省了一笔不菲的支出,可谓是事半功倍啊。 肖战是一位神奇感满满的艺人,不论是在影视圈还是商务圈,他总能打破常规,不仅作品步步是爆款,就连代言都充满了热血沸腾的气息。 肖战在商务方面的表现如此卓绝,不禁让人联想到他在米兰时装周上的精彩表现。 彼时他稳居米兰时装周的C位不说,高奢侈家的CEO还发文称肖战来了,米兰疯了。 从肖战米兰时装周到新商务剪影引发的热议,不得不说他的实力是有目共睹的强大。 从高奢到零时,肖战总能带给粉丝惊喜,让大众感受到他作为超一线艺人的强势和能力。 作为粉丝,你对肖战新商务登榜热搜有哪些感触和看法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 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 2×1 45日